老花姨美瑞达回到家吃我们的养发问题 第一个吃我说老花姨老花姨 舅舅孩子啊这是什么虫啊 这是叶满啊 反正是被吃过之后拉下的便便 像是像毛虫之类的 有找到虫子吗应该是可以找到的 这个像是他拉过的便便 这个又像叶满应该是叶满了 可以用阿维菌树啊宝贝 千倍的比例稀释 如果家里边没有药的话呢 把这种叶子全部给他剪了 全部剪了以后用水稍微冲一冲 再长出来的应该就不会得这种虫子了 好了别的下一个臭宝说 康乃鑫出了啥问题坐标成多 康乃鑫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呢 会陷入这种短暂的一个僵持状态 此时此刻能做的是放到稍微凉快一点的地方 让它狗眼残喘的得以度下 等到秋天或者来年春天就会长得更好 康乃鑫而且还会结种子 你看你这个结没结种子 结了种子的话等到秋天收种子也可以的 像是我说网上新买的墨红 从月季到家就开始荒液水大 现在是有些水大 别的没啥浇水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 干了再浇不干不浇 买的时候尽量的买一些健康的苗 这个没啥事 它就是说在箱子里面捂的 现在在缓苗的一个状态 没事正常养护 正常养护 该四肥四肥 该浇水浇水 该晒太阳晒太阳 该修剪修剪 下一次我想问问 私车局上面有秘密挖的小白点 是长虫子了吗 这个不是虫子 我看不到叶子背面 你也没有给我看 这个像是一些个病害啊 像是一些病害 因为您现在就是水大闷根 现在能做的就是适当的控水 等到下回该浇水的时候 用一些药 你比方说这些多菌灵之类的 连喷加罐同时进行 别的没啥 下个时候我说这个茶花为什么一直落叶子 你把表面的那个水苔给它去掉吧 表面的水苔去掉不需要那么保湿 这个不需要好吧 然后正常养护 你们那边空气湿度做的很OK 它是可以活的 然后用到的盆呢是有点大 浇水的时候稍微注意不要产生鸡水欧根 因为养花不是腌咸菜 下个臭宝说养了一瓶红玉珠啊 好好的 现在没有好转啊 咋回事啊 这个也是有点那种鸡水欧根啊 这是病害 这是秀病 要用杀菌药啊 可以用鲜趴的小粉药 或者是我们家有那个恶眉灵 都可以啊 别的没事啊 好像最近的花友就是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夏季高温 然后就是积水 闷根 通风擦 潮湿闷热的那种感觉 就会得各种的一个病重害 所以大家伙呢 尽量的以预防为主 加强自己的通风 控制自己的浇水 好吧 我是老花1 野花最善1 小伙子就点个赞 请订阅问题 视频下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拜拜